什么叫做美国的一些基本精神 其实我们谈这个的时候 都是要排除很多对我们这样的论述的一些误解 就像我这两天在看那个网络 有些英文的网站 也是外国人在台湾所参与的 有的在讨论 台湾未来情形 有一个网站他在讲 他就说 有一个人就说他问很多他的同事 他说如果你有选择 你变成 中国的一省还是你变成美国的一州 你要哪一个 他说他的同事超过百分之九成 就说那你可作为美国的一州 那那后期你听起来就说 不错 他像是对我们的 对我们所作所为 好像也是有 这些人还不知道 我们这个团体 存在 我想很多那些人不知道 我们还存在 但是 基本上他的内心 好像比较靠 我们这边 你会很惊奇 也会 也会很高兴 但是 话也说回来 我们也不是在走 州的路线 美国 美国有五十州 没有错 但是我们并不是认为台湾 作为一州 我们不是这个 论处 所以 这些人 或许 慢慢跟他解释 但是我们会把他拿过来 但是 基本上 我们不是一个州 而且坦白说你做一个州 也不理想 州有一些限制 你 你台湾还是希望 将来可以作为 有一天 至少你希望你的子孙 有一天 他可以积极的讨论 建国的 这个 这个作业 所以你要走上建国的这条路 但是你作为一个州 已经完全不可能 萧威尔是一个州 萧威尔就没有办法建国 阿拉斯加是一个州 他没有办法建国 就是因为那个美国的那个 南 卡罗莱尔就在 林肯那个时候 他说 我退出联邦 他就派桌子说 我退出联邦 那样就引起南北战争 因为林肯说你不可以退出 选法不允许你退出 所以今天的解释是 你只能 如果你是一个州 你只能持续下去 你没有办法 所以有变成在美国的联邦体制里面 那是最后一个定位 没有再高一个定位 但是这个定位是实的 他翻过来看 湾岛 湾岛可不可以公投独立 可以 波罗尼克可不可以公投独立 可以 他可以 如果他认为 这样比较好 他可以这样公投 所以他有这个传逆 因为他还不是 美国的一个州 他就是一个海外领土 海外领土 也考虑到他们以前 也有不同的历史文化 不同的发展 所以 连他们的一些 税制 还有 还有其他的 政府的组织 也跟美国本土的武士 都也不一样 所以 所以美国 美国就是要这样 像台湾是 一国三百字 因为 像我们以前做乌星班 你台北市 你要说 你到台北线不一样 因为他执行的不同 他你叫台南也不一样 他到哪里也不一样 我台南常常说 台湾一国三百字 很多事情都是 没有一个同一个执行 但是你看那个 法规其实是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以前在推行那个 布西班的业务 南部的人来 他说我可以这样 我可以这样 我可以这样 什么公务局会 允许这样 没关系 他说我加盖 台北你加盖 他很快就给你裁了 别的地方加盖 那那个是同一支 每一个支度都不一样 所以 美国就是 比较没有这样 所以为什么美国 没有 为什么美国没有 违藏建筑 没有违藏建筑 到底就在于 你 小的一个装潢公司 大的一个建设公司 不管多大事 台湾你那个 随便那个 随便 随便卖 卖马桶 那个路边一个小店 卖马桶 他也做各种工程 他也做各种工程 他是不是有完整的一个执照 我不知道 好像没有 但是他各种工程就做 你说我 不要再盖了 顶空盖 好多 翻多大 美国不可以这样 你每一个公司 你有一个登记的执照 如果你 盖那个的话 他马上要查 谁盖的 谁盖的 不然我吊销你执照 可能你还要关起来 你敢做吗 没有人敢做 所以那个我跟林子森讲 林子森说 要把这个责任也要给里长 里长你每天给我学会 现在乱搞 但是你的家 不是在那里聊天 我们都用公款 对不对 你每天跟我看你这里 如果有违章建筑 你马上要通报 马上处理 那你跟他们讲 OK这个 这个就是会比较 美国的那种支度 就是一国一制 我就是同一个制度 从台北到 恒春 我就是同一个方式 对不对 应该是要这样做 OK 所以 所以回到这个 像 州跟海外领土的差别 这个差别什么时候来的吗 好像 你们可能看那个 美国历史都是看 什么 所谓 土地战争 那个时候 那个历史看的比较多 但是 土地战争 差不多100年后 他跟 西班牙有个战争 叫做梅西战争 就是 很多人在抱怨说 西班牙通知那个古巴 就是一种暴政 他用媒体的力量 用那个报纸的力量 就 煽动 美国人的情绪 然后 然后后来这个国会就说 那我们应该制止 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在古巴的暴政 所以他就跟 他就跟西班牙算战 然后美国不是派一个 一个很大的军舰 到那个 古巴去查 结果在港口 就被炸掉 所以美国人 更为生气 所以就派 军队进入古巴 打了几个礼拜以后 就把古巴那个打下来 然后 升 升美国旗 战领 就升美国旗 那后来那个 军官他说 对了 旁边天有一个小导标识 活动一个 好像你看看 我们现在闲着没事 那你去看看 两天就把他打下来 然后后来 他们在太平洋地区 就是又攻打 西班牙俗的那个 菲律宾 还有关岛 关岛好像是 1898年6月 好像是6月什么 21号登陆 他当天就投降 关岛人就说你要来干嘛 他说我们 我们要 征服这个道 他说那不要打 你要 你要占领就占领 我们就不要打 我们要过着我们 悠闲的生活 我们不要跟你战争 所以关岛也很快 所以这个美西战争以后 美国就变成增加美西海外领土 他有很多那个海外领土 这个海外领土 要怎么管理 最早出现的问题 最早出现的问题就是 就是那个税 有一些进口商 他从 Puerto Rico 他进口一些货民 美国宪法说 全国 那个税 进口税都是 要一次的 他就说 Puerto Rico 已经是我们的 所以那个税 也是一样的 那种 在Puerto Rico的美国官员就说 我们用美国的税制来 下去 各方面买 百科税 后来这次有一些争执 就闹到了法庭 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在 来讨论这个手车手 其实 乌巴也好 Puerto Rico也好 他们强起跟西班牙 就在抗税 他们强起跟西班牙抗税 而现在比起来 我们美国的税在这里 以前西班牙的税在这里 所以如果我们的税下去 他们大概都会跳海 自杀 所以是绝对不行 所以美国就 美国大法官就 就弥出这个 这个 不同制度 他说那些海外领土是 为合并领土 他是美国系统内的 为合并领土 等于是 国内国外的一个 中间灰色地带 所以说他是国内呢 那有的时候 他当做国内 但是有的时候他当做国外 所以 就一连串的那个 大法官判了下来 那后来到今天 这一套法理比较清楚 翻证 这些海外领土他有自己的税制 他是 独立关税区嘛 啊我们台湾不是强强说 独立关税区嘛 独立关税区就是 占领地嘛 这个也是从 马英九到任何官员 他就说不出来 什么叫独立关税区 独立关税区就是 占领地嘛 台湾就是本来就是 一个占领地嘛 江泽史来 然后 接受投降 这个就是占领的嘛 没有 这个没有其他的解释 所以当初 陈礼或是占领 宣布台湾关税区 应该当场把他托进去抢 那是战争罪 应该当场给他抢 不然说下一个人还要讲什么 你全部守回去 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做 所以你今天变成 你变成 你国际地位 攒不开 因为你国内对自己的认知 所谓国内对自己的认知 跟国际对你的认知 是相差太远了 所以就所有的问题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不对 占领就是占领 占领不包括什么 遗转什么主权 没有啊 啊你今天要完全讲这个 你看 你随便偷个老道 自由时报 台湾没有主权 你提出各种证据 没有 他不给你的 天天就是 维护台湾的主权 台湾没有主权 你怎么维护啊 台湾有的是高度自治权 没有主权 所以他们对主权完全不了解 他说我符合这个要件 国际法的要件 其实 四个要件 一个都符合 没有一个符合 因为基本上 那个领土不是说 我们今天 刘先生拥有这个管 那隔壁那块 他的 他就派他的 警察朋友去霸占 他们说 那也是我的 所以我符合 500平地 所以我符合 申请政府 什么什么方案的补助 这样可以吗 那不是你的 那你怎么可以说是你的 就是因为你说的 没有不行 所以台湾你现在 中华美国家的说 这个是我的 所以 我是主权国家 我有这个领土 我申请国际组织 他国际组织就说 你那个领土过户给你的文件 在哪里呀 拿出来呀 阿兵寄一个申请书给 别人的国 他寄叫 那你的 付件在哪里呀 你领土过户给你 那你领土过户以后 把这些人民 变成你的国籍 你的 台湾国的 身份证 样本在哪里 你的六百权出 样本在哪里 没有啊 你没有那个东西呀 都是 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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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东西呀 你不是说你是台湾国吗 东西拿出来呀 你拿不出来 连个我 不用看的 直接推荐 你那个新风太薄 不用看 你一定没有付上你的付件嘛 连这个论言 到今天 很多在台湾的国际法制 都听不懂了 我觉得美国小学生 就听不懂 怎么会 他们在这里 一个博士都听不懂了 这个都好奇怪啊 所以这个也是回到 美国的基本精神 做事情很明确 不是马虎啊 你要把证据拿出来 我们常常 觉得说美国有比较严谨的那个所谓 证据文化 他是很重视那个证据 我想你要把东西拿出来 不是就是说你说说了就可以 或是你赢字 他就是要看 白字黑字 你把东西拿出来 OK 然后 你说什么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 对不起 当初开罗宣言 发布的时候 那 台湾在先的手里 台湾是属于谁的 是属于日本的 对啊 那你说那是一个承诺 怎么可以承诺 你明天来帮我耕填 我把我邻居的汽车送给你 这个在法庭上可以成立吗 没有任何法庭可以成立 我承诺你把别人的东西给你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法理 所以 所有的这个文件 就像开罗宣言 所有的这个东西 绝对不构成 台湾的领土主权 过付给中美国 绝对没有 而且你不相信我 你说有 你是台湾 常常真正的外交部长 你说有好那你去告 你去告 我看看 你就是不敢去告 因为你去告你马上输掉 绝对输掉了 那同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2年 1972年的上海共和 通过以后 那个时候 中华民国跟美国 还有方条 所以1972年的上海公报 过去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就在想说 哦 我现在是 大家承认了一个 中国政府 那我就是要把台湾 拿到手 那你为什么不告 你在等什么 现在40年后 台湾拿到了没有 为什么没有拿到 我就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没有告 你去法庭告 如果这个东西是你的 你为什么不去告 别人霸占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告 因为台湾不是你的 你绝对输掉了 所有的律师 一定有跟他讲 你台湾你去告 绝对输了 旧金山合并条约没有给你 台湾条约没有给你 台湾宣言 波斯汀宣言也不能够成一个 祖宣过户 你用什么来说台湾是你的 他说对不起 你告这个你输了很难看 所以他们不告 所以他们不告 所以今天他用什么 坚持口水 你要看懂这个部分 这个有事美国我们用什么思考 我们用法理思考 用法理思考来破解一些问题 你会看到另一个层面 就像这个层面 如果东西是你的 你为什么不告 那你回答这个问题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告 因为那个都是口水 不是真理 OK 所以 我们现在谈到美国的这个 也有 不同之路 对了 对了一个海外领土 那台湾 是比较复材 对 台湾是 美国 有 实际上 攻打台湾的都是美军 清理社 澳洲没有参加 麦克阿顿他请英国 法国派兵 他要处理东南亚的事情 他们没有派 他麦克阿顿的记录有写 中国民国有派军到台湾吗 从孙战 美国孙战 19 1941 12月8号 美国孙战 从 江杰斯 想起来了 跟日本打那么久 一个孙战 所以他第二天又孙战 这个孙战到 整个战争结束 中国民国有派军到 那个 台湾来吗 没有 没有 一个都没有 那美国为了台湾 配料多少船只 多少尊舰 多少人 多少飞机 多少航舰 多少 子弹 配料多少 战争是一个庞大的 债权 债务关系 好 那请问 中华美国今天要把台湾说是他的 请问对你这个债权他有处理过吗 他有 协议吗 你把协议拿出来看看 日本有协议呀 日本有协议呀 九九三合并条约 写得很清楚呀 日本就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了 九九三合并条约 有得了一个协议呀 那台湾这个 台湾以前日本国企协议 把这个国企拿下来是美军 这个是一个 庞大的一个债权问题呀 协缓这个债权 满酒要缓吗 台湾是属于他的吗 不可能 所以他要在国际社会 他要卧议 他要说台湾是我的卧议 每一次无形中 卡住 为什么卡住 因为你欠了人家钱 就像你盖得到 没有复工成款 那个地政事务所说 一起成本不一定看得到 但是你我告诉你你卧不了不啊 为什么卧不了 就是后面工程团没付 那台湾的工程团没付啊 所以台湾是当然是属于 美国 有处分权 美国有支配权 如果你没有搞好 你继续这样搞下去 那美国要给谁 当然美国也决定 网络他们 这些人就说 美国有什么资格 含我们的内政 那我们反问你国民党有什么资格 感受台湾的内政 你是外来政权 你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啊 是美国打下来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课本都没有教我们 这个就是 毁掉这个基本精神就是 你要分析这个所有权 你从哪里去分析 连美国国务院 四十年来 写那个有关台湾地位的报告 他没有 我刚刚的那个分析的那个深入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学过 这些官员没有学过战争法 所以 原始 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 谁征服这个地方 谁征服这个地方 所以 在台湾日本军队投降 向美军投降 写领导联军是美国 以美国为主的联军 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 接下来联军今天有存什么组织吗 没有啊 主要占领权代表啊 主要占领权 后来主要占领权 美国制度 开始 1月1号 是完全没有控制 OK 这理由是美国人做事情的一个基本精神 他是完全是那个 做的那个 联系得很好的 OK 所以 我们了解 我们可以在美国制度里面 我们各有不同的 我们各有不同的制度 所以 这里对我们台湾也是有一个保障 我不一定是什么事情都白白要听美国联邦啊 他有一些法律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不适合用在我台湾 那我就不要啊 包括宪法里面的东西 宪法里面的东西我也会调我要的东西 我拿出来一些大法官的派权 大法官有有派权 海外领土有陪审团吗 没有 没有不保障你陪审团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不同的历史文化 有的地方他做这个陪审团 跟当地人的防循民情不太不太符合 你要有陪审团吗 好啊 你自己通过你自己的法律 但是美国宪法 那个 人权法典就是宪法修正案 第一条到第十条 那个有关人权的部分 那个不是说自动用在海外领土 No 他那一部分自动用在海外领土就是 生命 自由财产 正当法律程序 这四个 这个都是要用的 生命 life 自由 liberty 财产 property 正当法律程序 Due process 这四个是绝对有用的 其他的都有讨论的余地 美国人拥有枪 每个人可以买枪 有的就有登记 有的不用 台湾 被承认进入美国体系 台湾每个人马上可以拿到枪 No 你没有那个历史文化 那是美国以前在 打那个独立战争 他没有军队 他每一个 每个人就枪放在家里面 他们在广场就喊了 英国人来了 英国人来了 他拿着枪抛出来 这个是他的历史 台湾没有这个历史 对不对 所以你要说 我们进入美国体系 每个人有枪 No 美国宪法部保障这个在海外领土 所以我们 不要有这个误解 其实在台湾很多的那个宪法教授 他美国宪法 他了解东高的一些旧的组织 我没有看到他们写海外领土的组织 所以连他们 对于我们这个团体在做什么 你可以说在台湾的美国宪法教授 我敢说他们不清楚 因为他们学的都是美国大陆地区 美国五十州的那一套论书 那一套论书 对不对 所以 现在 美国也是 有 反正他有各种 各种法律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觉得要用 OK 我们可以把它改变过来 反正那个没有版权 我们美国提醒 我们哪一条法律要拿过来用 要修改 要做什么 哪一条州的法律 或是哪一个 美国每个州都有宪法 买一个条纹 我们喜欢就拿过来用 那个没有版权 我们就可以组织 很适合我们的一套 所以 呃 我们现在在台湾 就像昨天 林博士说的 很多传题都说 我们爱台湾 我们为台湾 那为什么你原意踏步四十年 你原意踏步四十年是不是有问题 而且 我觉得原意踏步四十年已经太客气 你退步了 你退步太多了 阿免那个稍微有点高峰 现在你都 退回原点 所以你什么成绩都没有 什么就是 排骨随者 应该给台湾人民 应该 跪下来给我们道歉 你什么都没有做嘛 你成绩在哪里拿出来啊 对不对 你做什么事情 都是要把它好好做 就像 阿免他把邮局改为台湾邮局 你不能有机会给他改回来啊 你就是把他改为台湾邮局关闹 你用法律的什么一套 以后是永远不能改回来 你自己设计嘛 在这里是律师嘛 他连这个事情都不会做 所以你一下台 什么事情全部反弹回来 连现在都 言论自由都 都很有问题 那你竟然做什么 所以 就像 林博士讲的 连蔡英文都在 跟在台协会 抱怨我们这个团体 啊我们就发喊回去 你在台协会主席 你有什么资格支持民进党 你有什么资格支持 中华民国 的任何政治团体 先生 你的政府不承认中华民国啊 你有没有搞错 你没有这个 孤立或者支持任何人 参加一个 这个不损在政府 下面 体系的一个选举 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 也不是我们这里的法律啊 按照你美国的解释 这不是这里的法律 你怎么可以支持他 按照台湾 中华民国宪法的这个 选罢法的这个 下面的体系来选举 说先生你错了 欢迎你给我答复 前名 林志胜 就是这样发喊给他过去 好 这看他怎么回来 还有复门 寄给美国很多单位 所以这个 这个有时候他们真的想的不清楚 就像最近那个美国的那个工厅会 你看那些人 有一个 我一人说我怕了 第二次四军大战 跟中华民国的那个 什么老虎队啊 那个 美国的 海军啊 空军啊 大家一起打 这个第二次四军大战 哎呦我的天 这个跟 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有什么关系的 他们头脑还停留在 第二次四军大战 这实在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消息 我们把这个团体的消息 怎么 弄到美国去 我想我们 唯一的方法就是 开始发身份证 对不对 我们开始发身份证这个 他要忽略就是比较困难 OK所以我们 所有的努力 他现在一步一步 就是要往这方面去 去努力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诉讼那个 十一点都我们在谈 OK 所以 我们 谈到这个美国基本精神 我们虽然有这个 我们虽然有这个宪法是什么 我们也是在做我们的 基本人的一个法规什么的 但是我们到这个海外的领土 这个就有我们自己 一些组织和什么的空间 所以我 讲解一半就是要提醒各位 如果你请教一些 在台湾所谓 很懂得美国法律或什么 对于我们这个 他们可能不了解 没有研究过 那连美国本地的一个水子 他最多了解到这个海外领土的形成 这些领土 握护给美国以后 是会有什么样的情景 连古巴那个历史 他也不懂 古巴是什么 美国打下来以后 然后后来 在合并条约 是西班牙放弃 没有说给谁 没有说给谁 所以这个古巴的历史跟 跟那个 台湾 有印象 你大概报纸 有多少人在谈论 古巴跟台湾 其实都很类似的 谁打下来 美国 那古巴 这个 军队投降 说哪一个国旗上去 美国国旗 美国是占领全国 在台湾 蒋介石国旗上去 为什么 理由是什么 你问一百个人 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 要把二十国旗升上去 我们说那是错的 那不对啊 在你期间是 征服者的国旗上去 不是你 委托代办的国旗升上去 你是委托代办 台湾不是给你的 应该是美国国旗升上去啊 中国美国国旗就放在他军队的 一些宿舍的外面啊 那这样子到了 和平条约 生效的时候 在台湾的在和平条约生效的时候 没有给中华美国是不是 和平条约没有给他 他的旗子拿下来啊 他的车轮拿下来 美国国旗还在飘啊 这个台湾地位有什么不清楚 净净净净净啊 你如果按照这个正确的孙序 台湾的地位净净净净净啊 就是美国的海外占领地啊 很净净啊 那你顺序搞错了你先升错了旗子啊 你先 宣布了什么这些人都跟成中华美国国民 1946年 元月12号宣布 所有人集体规划 那也是应该当场把那些人拖出去 那是去墙壁啊 博士叫那个房间放毒瓦斯啊 就被他刮进去了 那不可以啊 不可以 那是战争罪啊 战争罪在 米伦普大神的时候 是什么探刑 那是死刑 这些人应该拿去拖打 结果没有做 今天就变成这个局面 台湾 国际事务啊什么事情都展不开 然后全世界对 对这个地位也很不清楚 为什么 很简单 最受到原因 你升错了旗子 你搞错了孝宗啊 你人名是孝宗啊 你搞错了孝宗 因为征服你孝宗的是征服者 那有孝宗随便第三者 这样不通耶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来的 其实美国 在1945年 就是美国34年 他9月就已经有兵在台湾 他们应该直接跟日军 直接 举办投降典离 他就开始 台湾 安定嘛 先安定一个月两个月 蒋介石就说 你要 你要来这里接受投降 你自己过来啊 我美国军舰 如果你没有办法你游泳过来也可以啊 我绝不送你 你没有能力来 你没有能力治理耶 啊实际上司 不是有没有成这样吗 他有来了 他用什么方法来治理 很残酷的手段 他如果你没过不给他送来 他哪有机会 你要来你凭自己的能力 这个就像妈妈妈的一样孩子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现在要买很好的跑车 好啊你去赚钱啊 不是我给你 对不对 你要学一点责任啊 对自己的责任 什么事情给你那太容易啊 所以让蒋介石跟他们 自己过来 他没有飞机 你没有尊贱 那你就满一点来 美国就慢慢治理 治理了几年 慢慢他们过来 啊就算移交给他们 就算移交给他们 那很清楚吗 谁是主 谁是父 很清楚 他本来你只要模拟这种情形 你就会看台湾的国际地位 是什么情况 OK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认识 啊我记得几年前 他们请我们去 其实我跟林博士在考试很多年 我们有时候先去 台中什么富仑社 我们还做一些那个power point 我们在介绍台湾的国际地位 大概在那个饭店好像有 有多少人 40个 50个 结果有一两个美国人 可能是外籍主管 参加那个富仑社 主要是讲我们这个华语 啊一两个外籍主管 他慢慢听我讲华语 他们可以听懂 结果他就说 哇 你讲的 我来台湾那么多年 你讲的才是那个 逻辑是环环相扣啊 我可以听得懂 原来台湾的情形 都是这样 但是在座的好几位 我讲不到三分之一说 我不要听这个 站起来就走 啊那个富仑社 那个 那个 主管那个富仑社 他说 他们都是蓝鱼 我说 不是说 你的文化不是说 要随时自我检讨 要 要 要复习要了解心的吗 不是不是我们去水华语都给我们很多这个哲理呀 那为什么他们不虚心听的 哦他们不要 所以在他的环体里面很多 很多绿营 大概他会慢慢听 但是那个蓝鱼很多就走掉了 那个 那个 我们 富仑社的那个 那个富仑社 他还出来好几次 就是说 我们请何先生来 何先生讲他的 我们没有一见 我们就是提供 提供一个场所 给多一些人发表不从的言论 但是我们不要制止他 因为他有不从的说法 不过但是你看每个在座的几位 他们都 都不要 他们都不要平安平鱼 呃所以 还好 我们没有被干出去 但是 差一点 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很多次 就是他们 他们不愿意 就是说 如何 你把所有的因素 台湾都碰到了所有的问题 你把它都列下来 然后看台湾是什么样的情形 才会发生到这个事 你答案不是马上出来了 他们不要 他们就说 哦 我受到富仑派遇了 我被中国打压 你翻过他这个 他很生气 我说中国没有打压你 是中国民国打压你 因为他推广了一个假象嘛 你把这个假象拿掉台湾 你容易飞出来了 对不对 那现在 哇很厉害 中华民国 会往这一套 四五十年 这些六十年 连民进党都 完全支持他这一套 对不对 民进党就在 中华民国的体制 外华的参加选举 然后将来 就算赢了 他希望各有 作为那个中华民国中华 哇这个就是表示 国民党六十年的教育 真的很成功 那 蔡英文 怎么对得起 台湾人民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认为说 你拒绝参加这个 这个选举 你甚至于 你静坐在 选举的场合以外 他的记者来就说 这个不是我的政府 我为什么要选举 这个宪法什么时候 包括台湾进去 不要讲东 讲西什么修正条文 那个又怎么样 第四条 写得很清楚 你心里主要进来 你必须通过什么 什么那个 大会 你必须有那个 通过的那个JIA 二十一宪法第四条 你有通过吗 你没有通过 台湾不是你的 台湾什么时候是你的 你把日期讲出来 给我听 我们去查证 你讲不出来 对呀 那你这个选举本来 就应该取消了 没有正当性吗 对不对 这个教育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他们就听不进去 从小就是被拒绕 所以 每次 我有时候我太太 她整天听我这样子讲了 然后有时候她采加一些官邻 喔 他们讲 她倒不觉 喔 她就说 喔 我看如果要给他们教育 给他们扭转过来 那可能不是一两个小时 所以她就说 反正 她说 我没有那么多力气 因为她有做别的事 对不对 她有什么力气去 塞波沙所碰到的每一个人 而且她 她朋友 很多来民的人 对她 不去跟他们讲这个 也有 这个说法有个来民说 你早不让我知道 我可以 我可以不要花几十万块来买一个美国护照 我早一点就会办 这也是一个说法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每一个人的说法 这是少数据的人的说法 OK 所以 我们 我们就 我们做这个 谈话的东西南北 或是 就是我站在这里 我作为一个美国人 我随便 我怎么样切入这些话题 你可能可以完全了解 就是 我谈这些问题 就不是一般的这个 台湾人 或是台湾的什么教授学者 所谈这些问题的一个方式 我们用的是一个不同的方式 然后 我们用的是一个 一个带着相当 挑战于尽的一个方式 平时 平时台湾人 台湾人很奇怪 就是 可以 他可以为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他可以下去赌博 比如说 啊什么 啊现在 买那个六盒财 什么号码 什么这些东西 这些号码出来不出来 这个又怎么样 他会在这里赌博 但是 美国人英国人 他也是赌博 智慧 在台湾我们完全缺乏这一块 就像一个英国人会说 哎 金字鸟跑得好快 金字鸟我想世界上跑得最快 另外一个人说我想 不是 哦要我给你打底 那后来那个金字鸟传书就是这样开始 就是几个人在酒吧在争吵 在争吵什么东西最高 什么东西最深 什么东西最快 就是这样争吵 所以有 杰森编辑开始编这个册子去了 要今天 那个 好后一本 世界纪录传书 就是这样开始 因为 彼此之间就是在争吵 好朋友就是在挑战 那今天如果你参加什么会议 李鸿席在那里你跟他想 李鸿席你应该 给所有台湾人民 说道歉 应该跪下来道歉 还推荐这个烂东西做总统 喔 他们大概主办认为会议 赶出去 实际上你讲的没错啊 那是做什么 不然你讲的这一套台湾是完全错误的 对不对 你带着我们 台湾人往毁烈的路 然后还支持 什么 体制内的一个选举 你对不起所有的台湾人 这样讲就给你赶出去 不仅在欧美这样讲是 很多人会说 对你讲对啊 这是老一辈的 头脑 派体 早就应该给他赶出去 去了 我们做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挑战的一个逾境 不行的话就给他赶出去 所以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我们这样讲 你从这个角度也看得到美国做事的一些 一些精神上的那个 所以在上课就像美国大学上课 这一批人就是 我主张这方面 这一批人就主张这一方面 就是这样 真问来真问去 比如说那个老师就说 好 这里有多少人赞成堕胎 这些人 举手好 你赞成堕胎 你这边 反对堕胎 你这边 好 现在我们来争论 你们先讨论一下 不过你 你这个反对堕胎 你要论的 的那个 部分是 赞成 啊你赞成的要论的是反对 这样出来的 那个辩论就很精彩 非常的精彩 美国就会做这样的一个 课程的安排 你说 那个不会 刺激人家去思考吗 哦那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很多事情你看他怎么安排 他怎么安排就像他的 就像他的教育或是他的 一个整个 带动 带动这个社会风气也是 也是这样 人家就直接了当说 某一个人好某一个不好 像我们有 我们有 你看我跟我太太 我们跑过很多国家 我太太也留日 然后他也住过瑞士一段时间 我们去美国好几次 我们去 东南亚去很多地方 他一个朋友跑去印度尼泊什么 他有一次 所以我们 欧洲 我们以前 小孩子小 我们去欧洲就 住宿家什么的 所以他 他 他就 我们有一年年过境关 结果他去年 他去参加那个花博 他回来一天 我说怎么样 他说你不用去了 不用去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个没有任何 我会吸引你 如果你有跑国际的 如果你是 全部在台湾这个 这个匠刚 那 maybe 你会觉得那个 有一点吸引力 但是如果你是去过国外 看你这地方的人 那一点 意识都没有 所以 他一句话 我就没有 对不对 因为实际上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 对吸引国际人士的一个 排队排那么久 为了看一点点什么东西 他说游轮那个 玩表演表演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他就觉得好像放屁 什么东东 没有意思 花那么多钱 让国际的 选举投动 因为花那么多钱 他们出来的广告就是说 我们很会 因为 这个搞这个国际关系 我们执政很好很好 那他忘记告诉你是 那个 负债多少 负债多少 机器人也是 就把他想把这个债权 留下来给 下一任的 怎么会这样 所以 我们 我们也有几个邻居 你看 你说我跟我太太 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有好几个邻居 你知道 选举时间 像我记得 十几年前 有一个小姐跑来跟我 他去讲 昨天你知道我跟谁握手吗 丁手中 他来我们社区 丁手中 亲自给我握手 我家里说 那又怎么样 对不对 那又是什么 女艺员又来到社区握手啊 就是拜访 拜访 对呀 那他的成绩呢 那很简单 你看嘛 丁手中在位的时候 他投 妇女议题 他投的比例如何 妇女关心的议题 他的 他投的情况如何 我今天不是说老丁不好 我也认识 我也跟他谈话 觉得很有趣 但是我 如果要 如果我是这个人 要投他 我要看他的成绩 而不是说他跟我握手啊 这个是多么愚蠢的一种判断标准 啊你看你大概电视 哦到每个市场握手握手 这神经病 这神经病 那美国三亿人口 那美国有这个风气 那欧巴马到每个地方去 跟每个人握手 那他握完手 不要说是 选举过了 下下的选举也过了 这个怎么有那个可能 你做事 要靠一个成绩嘛 所以 很多人讲一套 说一套做一套啊 他说我很支持 环保的议题 这国际八协队 环保议题的 投票记录 他都是投 这种事情很多啊 他台湾的报纸 什么时候把 立为市议员 所有的那个 他投票的那个 记录那个 分析法 我是没有看到啊 美国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美国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他把他们 实际上 把他们投了议题 他什么 他的记录 又把协队 这样子才是一个 比较有 智慧的一个方式 就是来教导选民说你要投谁啊 那同样的你碰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也可以提 诶 诶 诶 鬼人 那一次说你关心妇女一体 但是按照那个记录 你都是 没有投妇女一体 你会原来直接理论这个 这个比较 比较有意思 当这个我们 我们每一个就进入那个 薯套 我带我儿子 有一次我带了进去 我儿子很小时候 那天放假 买酒 我当台北市长我们去 听他演讲 讲完以后 呃他们在 大家在那里握手 啊握手就握手了 啊我儿子离开的时候 他说现在我一个礼拜不能洗手了 我说你对 米老师跟你讲 如果感觉一个大官握手 又不要洗 小孩子可以玩这个游戏 我跟大人 不太需要 但是你看 大人还是 还是这样的心态 我想我们要提升嘛 所以 你 要了解 我们一个进入美国的系统 然后 我们有我们的地位 我们有我们的法律 就像说你进入我们美国系统 那美国人在台湾是不是马上有投票选 那当然也不对啊 我们不会我们不会这样子 了不起他在台湾有永久居留权 他才有投票权 这个才比较公平的嘛 我们会有新的一个组织 但是起码我们会有一些先制 他必须了解这个地方 他才能有这样的投票权 但是按照我们公民传递法案 按照那个法案里面 当然是不是公民没有投票权 不过没关系 我们是军政 因为我们上面有个美国军事政府 他处理那个国防 美国是 那个 common defense 美国是common defense 所以共同国防嘛 所以一旦 你承认 被承认进入美国体系 那你就国防给美国包了 林博士昨天也有提到这个 啊国防给他包了 那以后 我们 我们省很多 很多的这个 这个麻烦 我们可以有最新武器在这里 最新武器最新飞机美国的 设备最新还有驾驶全部放在这里 那些敢侵犯你 没有人敢侵犯你不要命啊 对不对 我这里到 山下海巴斯 几分钟 对不对 你敢挑战我 这个不要命啊 对不对 所以台湾将来 按照我们这条路都是很安全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考虑 把台湾的国际地位弄清楚 美国精神 看好 我们该做的 让我们提升 我们提升 我们 运用他的一些精神 我们的教育的方式 也离开那种 十倍的那个 教条式的那种 真正 做到一些启发的 那这些老师不符合使用 赶快请他们 请他们 回去 赶快请他们休息 或是他们可以去中国去教啊 对不对 这个都是配合 我们详细上 配合美国精神 把整个社会 给他适当的一个改造 那未来我们才 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啊 每一个爸爸妈妈 希望我们世界上 有竞争力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 可以有工作啊 如果我们这里没有竞争力 如果所有的工厂都 移到对岸去 那我们下一代有什么工作呢 或是我们下一代有去中国以后 全部被洗脑 回来以后 跟我们没有话题 这很危险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介绍 一些基本 美国精神的 我们希望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